大业八年 隋扬帝起清国大军百余万 远征高丽却失败而还 他不但不惜去教训 反倒在第二年再次动员全国 征伐高丽 高丽这样一个小国竟然敢抵抗我 第二次下达全国总动员的召令 去攻击高丽 高丽它的这个领土面积的话 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郡或者几个郡 能不能取得胜利不在兵的多少 而在于将军会不会指挥 隋扬帝下令隋军连夜撤军 你会感到隋扬帝这个人不会用兵 突然发现怎么隋朝一点动静没有 他们知道自己日子快到头了 就在这个时候隋扬帝的背后发生了叛乱 我真的想造反 是因为我想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过去的风云还要听张公笑谈